小朋友们好,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小兔子乖乖 小兔子在哪里呢? 咚咚咚咚 大家好,我是兔宝宝 我的妈妈在哪里? 咚咚咚咚 啊,大家好,我是兔妈妈 妈妈妈妈 嗯,兔宝宝 今天呀,我要去拔萝卜 嗯,你一个人要待在家里面,不能随便开门 打会来完了,你也不能开门 你问他是坏人 好的,好的,妈妈你去打萝卜吧 好的,小兔子 嗯,宝宝再见了,妈妈再见 妈妈走了 哦,小兔子一个人回到了家里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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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过来一会儿 哦,大灰狼半成了 哦,兔妈妈要来吃小兔子了 她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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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呀 我是你妈妈 不是不是,你不是妈妈的声音 我就是妈妈 我妈妈会唱歌 我也会唱歌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快点开开 我要进来 不开不开,我不开 你的声音不是妈妈的 我不能开门 我要开一开 于是呀,小兔子来到了窗口 哦,哦,是大灰狼 小兔子 我不能开门 我不能开门 大灰狼 就这样说 我就是你妈妈 不开门 嗯,你不开门 我就只好走了 大灰狼走了以后呀 我们的兔妈妈 把罗布回来了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快点开开 我要进来 哦,小兔子听见妈妈的声音 赶紧开了一眼 哇,真的是妈妈 小兔子 啊,赶紧开了门 出来 妈妈回家来 这就把门开 啊,妈妈,你回来了 嗯,刚刚大灰狼来了 我没有开门 看到是妈妈 我在开门的 小兔子真乖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吃萝卜了 好的 小兔子的妈妈回到了家里 啊,一个,两个,五 他们还吃起了萝卜 嗯,真好吃 小朋友们 我们的小兔子乖乖就讲完了 再见